兩年前陳松在選舉的時候 不是從什麼什麼海鮮餐廳走出來嗎 因為蒂華扶了一個女生的手 就說他是鹹豬手嘛 對不對 這件事情是長時間的喔 後面去年有什麼梁文傑啊 潘夢安 也都是這種照片 結果我們都不知道哪裡來了 徐曉星爆料的時候都說是民眾提供的 後來連阿川都被跟到 也說是民眾提供 可是現在露線了 因為徐曉星可能要避這個風頭 他不能再自己爆料了 他只好通過PTE的帳號 國民黨會擔心一件事啦 國民黨養網軍 嗯 據朱立倫說是我從來不養網軍 沒有啊 喝杯好油就查到了啊 後來喝杯好油又要推給說 曾經是民進黨員啊 怎麼樣 有很多的斷點 可是如果這一次再出來 這一串肉粽可不小喔 因為這一件事情 你跟以往所有照片的獲得 一般的商業帳號 怎麼會獲得這麼樣高清 這麼樣長期跟肩 這麼關鍵的照片 誰指使你拍的 你拍的特定的目的是什麼 對 你要交給誰 然後誰不敢報 然後你交給這個帳號 這個帳號是誰委託他 把他爆料出來的 對 這是一大串喔 對 所以我才說 這不是一個線 這是一串肉粽 好 非常謝謝余將軍分析喔 這件事情我們當然會持續追 真的很有可能一拉拉出一串肉粽 讓喝杯好油事件 很有可能會重演喔 鄭文燦擔任行政院副院長時候 他的官邸被不明 而且專業的人士長期跟肩 長期盯掃 狀況是講 昨天在PTT 有一個莫名的帳號 這個帳號叫 OTAKU... 我們把它馬起來 因為是各自的關係 PO了非常多 從2月26號 2月27號 3月6號 3月20號 鄭文燦行政院副院長 官邸前面的長期跟肩的照片 昨天在我的直播 以及我們新台拍上線 週年晃晃哥 現四叉貓 在今天下午4點前交券 把這個人漏搜出來 沒想到這個人 真的被漏搜出來 我真的沒想到四叉貓 真的漏搜出來 這個帳號擺密一書 他雖然發過兩篇文章 一篇已經刪除 另外一篇就是 貼出鄭文燦當行政院長 副院長前面的官邸照片 可是四叉貓 找到他前面刪除那個照片 這個照片呢 這個帳號 這個帳號的貼文 裡面有IP 他的IP是多少呢 就是這個這邊 市場有沒有特別寫 182235.37.16 從這裡跳出去了 這個IP又找到兩個帳號 一個帳號被Grace漏搜出來 是長期在PTT 分享全家便利商店的四吃心得 另外一個帳號被我漏搜出來 他這個帳號 從去年就在網路上 不斷的攻擊民進黨 甚至幫廖偉翔講話 四叉貓是今天中午以前 就交券 他沒有拖很久 然後他就去找 找完之後 這一個OTAK 這一個帳號 從原來182 台灣這個有跳到這個193 跳到丹麥的帳號 那結果這一個Grace再去找 Grace去找什麼 Grace找說 193跟這個182 這個原來的這個 有OTAK這個 另外一個 ADOLF 這個人他們是同床室友 所謂同床室友 就是同IP 在同一個位置的 因為以前玩這個都在宿舍嘛 宿舍我們四個人住一間 我們當然就從這個出去 所以在網路上稱為同床的室友 另外一個叫做 Z04 XU4 F1 看起來特別喜歡吃 一些全家便利商店的商品 就這個Z04 這個人他再去找 這個Z04 怎麼都在講全家便利商店 他是這裡的公讀商 還是什麼 你說這個IP有三個帳號 一個帳號PO出了 鄭文昌管理的監看的照片 另外一個帳號 長期在全家全家名字超級杯冰淇淋 全家府商糖餅風味麵包 全家海鹽檸檬霜淇淋 我沒有證據 可這個跟公關帳號好像喔 專門在網路上推播全家的食品 這一定是公關帳號嘛 沒有那麼無聊 我們沒有證據 但是很有可能 他只喜歡全家 我就不相信 對不對 那接下來 這一個所謂的這個Z04 那另外一個人 就是這一個ADOLF 這個人 ADOLF 從這個帳號再去找 再去找很快 他就趕快去貼了 我們昨天講廖偉翔他們的新聞 第三個帳號叫做ADOLF 事務 為了確定這件事 他的發文IP 182.235.37.10 確實跟這個 182.235.37.10相同 這個帳號竟然在網路上 都在幫廖偉翔洗白 就是他發了這一個之後 這個就跟上來 對 那這一個跟上來 ADOLF 他PO什麼呢 他就在寫這一個廖偉翔的新聞 幫廖偉翔 那怎麼找 很簡單 上次 這一個王洪威不是有發過嗎 叫王洪威再發個文 就可以知道那個在哪裡 對 因為我們現在有IP 殺貓說這個IP是多少呢 這個IP是193.29.104.243 以及182.235.37.10 他說請電視警察查詢 或請王洪威發公文 因為那個時候 許巧欣不是被說有人發文罵他嗎 對 然後王洪威就去查說 到底是從哪裡 鎖定到 一個彰化的圖書館 對 有人經過圖書館電腦 然後這個在上面寫 然後罵許巧欣 所以當時王洪威就發文給訴發部 今本席問證需要請於今天下班前提供資料 王洪威趕快發文 發文要求訴發部提供這個IP 182.235.37.10在哪裡 那我們先來看ADOLF這傢伙又做了什麼事情 現在就是這一個 接下來就查這一個嘛 一個一個查 發現他應該是一個公關公司 為什麼呢 他其實之前有在留言 五年前 他在講 徵求博恩夜夜秀的門票 然後四年前在講 求職要個十排站的會計 然後呢 一年前開始囉 開始在講民調的事情 然後呢 一年前就開始 誒 罵林黛化 然後捧陳洛翠 陳洛翠 陳洛翠就是國民黨高雄的立委候選人 跟這個林黛化競爭的 這一組 然後接下來另外一組呢 他就去罵張廖萬堅 張廖萬堅就是跟廖偉翔選的人 跟廖偉翔 然後這一個就是在推銷廖偉翔 對 所以他去推銷了廖偉翔 罵張廖萬堅 推銷陳洛翠 罵林黛化 好 那這一個 通通現在全部都出來之後 就發現說 原來這個ADOLF 會跟廖偉翔的公關團隊有關 那今天我想問余江舅 狀況是這樣子 丁紹是非常費能力跟費資源的 這個丁是長時間丁 2月26 2月27 3月6號 3月20 長時間的丁紹 而且他除了長時間丁紹之外 兩年前陳中在選舉的時候 不是從什麼什麼海鮮餐廳走出來嗎 因為蒂華扶了一個女生的手 就說他是鹹豬手嘛 對不對 這件事情是長時間的喔 後面去年有什麼梁文傑啊 潘夢安 也都是這種照片 結果我們都不知道哪裡來了 許曉鑫爆料的時候都說是民眾提供的 後來連阿川都被跟到 也說是民眾提供 可是現在露線了 因為許曉鑫可能要避這個風頭 他不能再自己爆料了 他只好通過PTT的帳號 可是這個PTT帳號順藤摸瓜 依照之前王鴻威發函的例子 一天就抓得到人耶 于將軍 我要告訴大家 那個丁哨有多麼痛苦 因為第一個 你要了解你的目標人物 他的習慣 他什麼時候客人最多 晚上 他什麼時候 能夠客人進進出出 對 所以他在那邊一丁哨 不是丁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可能是從下午一直丁到天亮 就一定是三班在丁 對 誰在丁哨 誰指示他去丁哨 丁哨以後 這個成果要給誰 對 這三個問題 誰丁的哨 第二個 取得照片之後 誰來爆料 那就找一個人家發現不了的帳號 那這樣的帳號 必須有幾個特性 第一個 你看不出來 它是什麼政治傾向 對 很久不用 對不對 曾經去幫某個便利商店 推銷過一些食品 對 他就不是政治咖 他是一個吃貨 他是一個喜歡推銷美食的人 對 然後消失了很久 突然間出現 對 但是他忘了 這世界上有一種貓 叫4X貓 他不睡覺也追出來 對 他把你的IP的位置 把你的帳號做分離 然後再合併去做交叉比對 對 居然發現了 這個人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專責的商業帳戶 是 誰委託我就 我就做什麼 因為這個IP查到三個帳號 對 一個帳號是這次爆料的帳號 是 一個是過去每天試吃全家的帳號 是的 看起來像商業帳號 商業帳號 第三個是 在選舉的時候會攻擊民進黨 對 不許國民黨的帳號 就是這個帳號的擁有人 平時偽裝在民間 看起來像是一個商業帳號 在做很多商品的support 等到需要你的時候 接答案 對他來講還是商業帳號 接答案 開始攻擊特定人選 那這一交叉比對出來之後 國民黨會擔心一件事 國民黨養網軍 據朱立倫說是 我從來不養網軍 沒有 拎北好友就查到了 後來拎北好友又要推給 曾經是民進黨員 怎麼樣有很多的斷點 可是如果這一次 再出來這一串肉粽可不小喔 因為這一件事情 你跟以往所有照片的獲得 一般的商業帳號 怎麼會獲得這麼樣高清 這麼樣長期跟肩 這麼關鍵的照片 我問你余將軍 你當過兵 如果你們軍營的門口 長期被人跟肩 是不是國安問題要不要報警 當然要 那我來問你 如果中華民國行政院副院長的官邸 長期被跟肩 長期被跟蹤拍照 是不是國安問題 你要知道一件事喔 警察要不要受理 要不要八百里加幾把 是誰查出來 我們在軍營門口 為什麼我們會設所謂的這個 藥塞保護法 藥塞管 堡壘保護法 因為我看得到你 我就打得到你 對 那我們這些軍營裡面的主官 我進出營門 如果啪被拍 被拍視小 我們也不會做壞事 兩點一線就回家了 對 可是我看得到你 我就狙擊得到你 沒錯 這才可怕 對 那麼行政院副院長 在行政院算第二把交椅吧 你被人家長期這樣子看 高清鎖定 全時段的來找 我說句實話 這是個超大的漏洞喔 電信警察不用動起來嗎 超大的漏洞喔 我們的刑事警察局不用動起來嗎 誰指使你拍的 你拍的特定的目的是什麼 對 你要交給誰 然後誰不敢報 然後你交給這個帳號 這個帳號是誰委託他 把他爆料出來的 對 這是一大串喔 對 所以我才說這不是一個線 這是一串肉粽 好 非常謝謝余將軍分析喔 這件事情我們當然會持續追 真的很有可能一拉拉出一串肉粽 讓你們白好友事件 很有可能會重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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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